你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欺骗 也不在于虚荣 你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没骨气 你踮踮你那三两骨头 其实你比她更可悲 视频中这个女人名叫小瑞 到底发生了什么 竟导致图雷老实说她太没骨气呢 就是有一次我俩出去玩 她那时候已经不太理我了 她去厕所嘛 然后那个手机就放桌子上了 然后我就看见上面有人给她发短信 说亲爱的今天晚上去哪玩 然后看的昵称是10086 如果是普通朋友的话 怎么会改成10086啊 然后要不是普通朋友的话 干嘛叫你亲爱的呀 然后后来我就给10086打电话了 然后那个10086就跟我说 你是个骗子你别再骗她了 我俩已经在一起了 你就别再找她了 还威胁我如果我再不跟她分手 然后那个女的就告诉她 我家没有钱 然后就一直在威胁我 提起男友的暧昧对象威胁自己 小瑞的脸上就是止不住的慌乱 其实她和男友小星是因为朋友聚会相识相恋 但因为男友家是好的缘故 小瑞一直都觉得自己配不上她 所以就撒下一系列谎言维持自己所谓的子尊 但却不曾想这一切男友早就知情 而且为了报复她便和其他女人交往过甚 如今更是态度坚决的要和自己分手 无计可施下小瑞只好求助到节目组的帮助 那小瑞的痴情挽留是否能够打动小星呢 刚一上台她就可怜巴巴的向男友表达歉意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就是因为我跟她 我感觉就是我比较自卑嘛 我就一直觉得我配不上她 所以就有一点虚荣心 一上场 小瑞就迫不及待地解释自己的行为 在她看来这些做法都是太爱男友的缘故 并非是有意隐瞒 主要是自己太过于自卑 担心男友会因自己家里穷而离开她 所以才不得不出此下策 如今想来是她心思太狭爱 男友并非是那样嫌弃她贫穷出身的人 对此主持人不禁问了男友小心一个问题 骗一天容易 骗一个月就有难度了 骗三个月就是男女朋友的交往 你要再不知道你就傻了 她一直在维护自己 她为了说她自己是富家女 一直在用各种东西来蒙骗我 我们刚好没多长时间 长假的时候 本来我们俩应该好好地出去玩 但是呢 她就以各种借口 她说我要去欧洲旅行 我要去国外旅行什么什么 把自己说得可好了 然后说这礼物是我从国外给你带回来的 什么礼物啊 比如说鞋啊 iPad啊 什么衣服什么的 说起女友对自己的欺骗 小星则表示不是自己不善于发现 主要是女友伪装的太好 而且从他们交往的第一天开始 女友就说明了自己家的经济状况 但小星却没在乎过这些东西 可有些时候 女友说的多了 她就会刻在骨子里 然后就会理所应当地接受这些 那平常的生活中 除了小瑞主动送给她东西以外 小星会主动送女友什么东西吗 因为一般情况下 都是她在说她家多多有钱 都是她在送我东西 我送过 但是她送的比我送的多 好吧 你们不要笑她 我觉得 我不笑她 我笑我自己 不是不是 是我自冤的 是我自己要送给她的 我确实是骗了她 但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其实小星能有这样心安理得的想法 也是拜小瑞所自 一件事在人的脑海里说一遍可能没什么 但说的多了就会把她当成真的 所以在后来两人的交往中 无论是遇到各种事情 小星都会让女友负担 其实也是从内心觉得 既然她那么富有 就应该让她承担 可这就苦了家境贫穷的小瑞了 那问题来了 既然小瑞的真实家境非常普通 她平常送给男友礼物的钱 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我都是打工正的 就我跟她说我去欧洲度假 其实是我冬天的时候去发传单 夏天的时候去弄人偶 然后那个十一的时候 我去做车展的那个车模 然后后来还是钱不够 然后我就 我就开了一个淘宝网店 然后挣的钱再多一点 然后再送她东西 我还送她单帆呀 还有什么香水呀 那你觉得我跟你在一起 就是为了你送我东西吗 那你不是为了钱 那你为什么要不理我呀 我为什么不理你 你不知道吗 我从开始就被你蒙在鼓里 听到这里 不得不劝告大家一句 人千万不要说话 否则就要用无数个谎言和代价去弥补 看小瑞的下场如何就知道了 虽然她是凭自己的双手挣来的钱 但也是她自作自受 可一旁的男友小星 听到这里却没有丝毫心疼 反而觉得她活该 但小瑞却觉得男友是因为知道她家没有钱 才对她这样无情的 可小星却一再强调自己不是看重钱 而是气愤女友小瑞的欺骗 听到这小瑞则更加委屈地哭了起来 虽说小瑞这是应有的代价 但看见她哭得那么难过众人还是有些心疼 可小星不仅没有钱去安慰 反而还在一旁偷向 这样的行为着实让人愤怒 终于图雷老师看不下去上前递了纸巾 以及在主持人的安抚下小瑞才稳住了情绪 那在此之前 男友小星又是什么时候发现小瑞的真实情况的呢 我之前都没怀疑过 因为我觉得她是一挺单纯善良的小女孩 然后我才决定跟她在一起了 没想到她就是从一开始她就把我给骗了 那你就没拒绝过吗 说你干嘛送我这么贵重的东西啊 这多不好 我当时的时候肯定说过 她还是她自己做自己的不听我的 东西你都收着呢 对啊 用了吗 用了 什么时候开始怀疑她的 怎么怀疑的 是因为我一个女学员 我是教舞蹈的嘛 然后一个学生 然后跟我我们平时玩挺好的 你那个学生跟你玩的挺好的 就是那样的 她那个根本就不是什么学生 这可要说一下小瑞了 对于送礼物的事情 小星不是没有告诫过的 想着即便是在有钱自己 总感觉受之有愧 可小瑞非常不听颂的还更前问 所以久而久之小星就习惯性接受 直到女学员无意间发现女友隐瞒的秘密 但对此一旁的小瑞却说呢 并非什么女学员 而是男友在外找的新婚 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是有一次我俩出去玩 她那时候已经不太理我了 她去厕所嘛 然后那个手机就放桌子上了 然后我就看见上面有人给她发短信 说亲爱的今天晚上去哪玩 然后看的昵称是10086 如果是普通朋友的话 怎么会改成10086啊 然后你要不是普通朋友的话 干嘛叫你亲爱的呀 然后后来我就给10086打电话了 然后那个10086就跟我说 你是个骗子 你别再骗她了 我俩已经在一起了 你就别再找她了 还威胁我 如果我再不跟她分手 然后那个女的就告诉她 我家没有钱 然后就一直在威胁我 不得不说这个绿茶还挺厉害 不仅成功地拿捏住了小瑞的命脉 还挑拨的小幸狠她离心 自己好揪战雀巢 但苍蝇不钉无缝的她 小幸也不全是无辜的 如果她不给那个学员错误的感觉 对方怎么可能嚣张到直接挑战小瑞这个正事呢 对此小幸会如何解释她和那个女生的关系呢 其实按道理来说 小瑞才是小幸公认的女朋友 不管怎么样 她都不能因为外人而怀疑自己女友 这样把小瑞置于何地呢 眼看舆论往自己身上倒 小幸急忙辩解起来 她表示自己并不是完全听信女学员的 而是身边的朋友实实在在看见过的 这又是从何说起 因为我一个好哥们 她的女朋友 就是她很好的闺蜜 当初她还一直在吹 跟我的所有朋友她都说 我家特别有钱 就这附近我家有一个什么别墅 你们以后不想回去了 或者不方便回去了 就来我家玩 然后没想到那天晚上 她的闺蜜 就是想知道她家是多有钱啊 然后确实那天晚上晚了 她也回不去了 就想在她建宿一宿 一进小区就知道啥样了 就那个小区就是得有几十年了吧 最旧的那种小区 姑爷不大 也就二三十平米吧 就一个床 她跟她妈住在一个床上 然后她闺蜜住沙发上 她闺蜜也觉得不对啊 她说她家挺有钱的 为什么还住这样的房间 然后她是怎么说的 她说这是我们家拆迁楼 到时候拆迁了 能换挺多拆迁款的 连闺蜜她都说谎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既然她的闺蜜跟你说了这些 你为什么不能问问她呢 我之前不是没有问过 因为她跟我说什么 我都挺相信她的 她说去国外旅游 给我送东西 因为她都有东西来了嘛 所以我就肯定相信呀 小兴这一番话还是挺搞笑的 嘴上信誓旦旦的说着相信女友 感情都是被她送的东西所折服的呀 亏得她好意思说自己是无条件相信的 要不是因为那些礼物 早就第一个怀疑女友小瑞的家世了 不过这也不能全部怪她自己 主要是小瑞隐藏的太深了 对此小瑞会如何解释呢 我真的不是有意骗她的 我承认我在她这儿 在她朋友面前真的是有虚心 我也讨厌死那个自己了 我骗你我家有钱 是因为我自卑 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我知道我那个虚心 今天我们已经站在这儿了 所有人都知道了 你让我现在怎么还相信你 从一开始我们俩在一起的第一天 我一开始喜欢你就是真的呀 我接着问问啊 有一圈特好奇 现在跟10086是个什么关系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那她为什么说她喜欢别人了呢 可能是她比较喜欢我 但是我从来不喜欢她 事到如今 面对男友去意诀的态度 小瑞感到十分恐慌 她虽然一直都在欺骗男友 但做的这些都是爱她的表现 可换个角度 想就她这种谎言又能维持多久呢 只是永远都包不住活的 她自欺欺人也未免太过 不过到现在有一点 值得小瑞开心的是 那就是男友跟那个 备注电话客服的女学员 并无什么关系 而在这之后 小瑞还是经不住男友的逼问 坦承了自己家庭的真实情况 我家就是爸爸下岗了嘛 妈妈就打工 然后爸爸也是出去摆摊什么的 但是我 这没什么呀 我觉得我配不上她嘛 我觉得我什么都配不上她 我什么都不好 长得也不好看 家里也没有钱 没有一样配得上她 所以我就撒谎了 你想想 你想想以前吗 你相信我 那我们在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撒谎 你为什么不能坦诚地跟我说 你具体的家庭情况 你到底是怎么样 你坦白跟我说 你觉得这样我接受不了你吗 如今的小瑞在没有丝毫隐瞒 为了挽回男友的信任 她将全部事实都说了出来 可现在说出来又有什么用呢 小星已经是铁了心的要跟她分手 无论小瑞如何哀求她都无动于衷 不是我知道错了 我就是觉得那时候我不够好 我没有变得更好 没有足够配得上你 但是我们在一起之后 我真的变得足够好了呀 我之前130斤 你看我现在也变瘦了 然后我们俩都工作了嘛 挣的钱也不少 以后如果我们继续在一起 以后生活肯定会特别好的呀 说白了还是原生家庭的自卑 但这些在主持人看来没有多大关系 也为工作不分贵贱 每一份职业都是需要尊重的 可小瑞就是觉得父母的工作不体面 但就是这样不体面的工作 才养活她到这么大 对此小瑞也觉得十分羞愧 那是生养她的父母 她实在不该为了所谓的面子 嫌弃父母 欺骗男友已达到自己的目的 那么在两人平常交往的时候 小星对她怎么样呢 她也对我挺好的 就是我俩还没有在一起的时候 那时候我自己去看电影 然后我就发了个朋友圈 然后她就立马给我打电话 问我在哪儿 然后我就告诉她了 然后她就飞奔过来找我了 那个时候她知道你家里有钱吗 我也不知道知不知道啊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那个时候跟她说过吗 没有 那时候就是 那个时候没跟她说过 她又那么对你好 你傻呀 一个男生对你好你不知道 然后你骗她 那我不是太自卑吗 我什么都不好 我就一直害怕 她不看不上我吗 其实一切都是小瑞不自信 无论是交往之前还是交往之后都是如此 因为在她看来自己长相样貌平平无奇 没有什么是值得男友小星喜欢的 所以才编出了自己是富家女的谎言 为的就是长久的把小星留在身边 因为她真的很爱很爱对方 那在听完了女友小瑞的心里话之后 男友小星又是个什么想法呢 因为她从一开始就把我骗了 我现在分不清 她现在跟我说的话 什么是真话 什么是假话 我特好奇一件事情 当然撒谎那件事情确实不对 但是撒这样的谎 跟你们俩结婚之间有什么问题吗 因为我的父母已经知道 她家挺有钱的了 因为我跟我的父母说过 你要爱她的话 为什么你不能带着她 跟你妈一起去面对呢 妈她错了 是这么个情形 她除了在这个问题上欺骗了你 伤害了你 因为我都不能接受 我妈肯定就更不能接受 你不能接受她欺骗了你是吧 对 我想挽回 你想想咱们以前的好想 你挽回什么呀 不要我来就是挽回的 怎么能挽回不了啊 你们帮帮我呀 你们帮帮人家 你看姑娘多可怜啊 老师们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分圈 面对女友小瑞的哀求 小星却不敢尝试去原谅 因为她害怕女友随时随地的谎言 要不是她撒谎 自己也不会和母亲那样说 自己都接受不了女友的欺骗 母亲更不会允许一个 撒谎成性的女孩进家门 所以两人还是分开算了 可一听到这话的小瑞 却彻底站不住了 声泪俱下的求主持人 帮她劝劝男友 对此主持人只好求助到了 厂下的情感导师徒类 那她会给出小瑞 什么样的建议呢 你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没国籍 你嫌弃你的出身 嫌弃你的贫穷 嫌弃你的家庭 这就像有没有的时候 在文学题代当中所看到的 一些贫穷学子 众目睽睽 在同学同事面前 不敢认自己 贫困的老爹是一样的 这叫什么 这叫忘笨 这样的人 往往在寻求幸福的道路上 和追求财富的道路上 容易迷失自己 因为你没有自我 你根本就嫌弃自己的出身 嫌弃自己的贫穷 嫌弃自己的家庭 甚至不敢把自己的父母带给他见面 忘笨的人是最可耻的 你踮踮你那三两骨头 其实你比他更可悲 图雷老师还是一如既往的犀利 其实让他痛心的是小瑞的眉骨气 这样的人即便以后发达了 也不会有好下场 也为他太忘本 而往往这样的人是很可悲的 在说完了小瑞之后 他又痛斥起了身为男友的小惊 你我就懒得说你是什么贤贫爱富了 但是我只是有点寒心的事 哪怕是今天站在这的不是你的女朋友 你只是一个像我这样的一个听故事的人 你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同情 虽然他做得很不对 但他没有欺骗你的感情 唯独就是隐瞒了自己的出生和环境 而且他那么努力地 不偷不抢地维持着自己所谓的光环 你难道就没有一点同情吗 如果没有 那我只能说你根本就不爱他 我们只要是世人听着他刚才诉说那番话的时候 我们多多少少会有点同情 虽然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虚弱 但挺不容易的 你难道一点触动都没有吗 我之前当我知道这件事之后 我问过他 我说你这么对我 那你的父母你怎么对你的父母 他说因为我爱你啊 我就愿意把所有东西都给你 他就是这么说的 听到小星的一番话 图雷老师对小瑞更是恨铁不成钢 父母养他这么大难道是为了让他养另外一个男人吗 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也难怪别人会倾贱的 所以最后图雷老师只想对小瑞说一句 这段感情就算了吧 就当花钱买个教训 但是在今后和他人的相处中诚信待人就好了 那小瑞又会如何选择呢 这样的一幕真的让人无话可说 只能说冷暖自知吧 希望小瑞今天的选择不会后悔 那么屏幕前的您又有什么意见或想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